第八章 证悟真理 本章提示 佛陀在12月8日的夜晚 由无知和欲望之中解脱出来 证悟了真理 证悟真理之后 佛陀并没有马上离开菩提家耶 因为他知道自己所证到的真理 不容易被了解 后来因为同情众生 他决定因人说法 帮助众生解脱痛苦 在六野院 佛陀第一次向五名虎行僧 宣说四圣体和八正道的道理 五名虎行僧对佛法产生信心之后 决定随佛陀出家 后人称为五比丘 一 证悟真理的过程 摩罗离开以后 四周显得格外宁静 这个时候明月当空 乔达摩进入了一个很高的禅定境界 对自己心理的活动非常清楚 注意力 随心所欲集中在任何一个目标上面 在全神贯注的情况之下 他感到平和 清静 上半夜 他在禅定里面 清楚地看到自己过去诸世的生活情况 到了半夜 他在禅定里面 看到上一世做坏事的人 这一世在受苦 上一世行善的人 这一世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当佛陀进入禅定的境界的时候 他回想起自己和一切众生 前世的种种事情 于是对因果的道理 有了正确的了解 再没有任何的执着了 在本《圣经》里面 提到释迦牟尼佛过去诸世的种种事迹 他曾经是太子 宰相 商人 陆王 白杖等等 为了救济众生 他都不惜牺牲自己的财产或者性命 完成菩萨利落众生的使命 黎明前的一刻 他彻底了解因果的关系 明白欲望和无知就是痛苦的根源 只要破除无知 由减少欲望到无欲望 众生就不会再有痛苦 了解这些道理之后 他就从欲望和无知的束缚里面解脱出来 证到无上的智慧 成为佛陀 这一日正好是12月8日 这一年 他是35岁 二 正到以后 佛陀在正五真理以后的七天里面 仍然在菩提家耶的菩提树下面静坐 在他进入很高的禅定境界的时候 他的身心都获得了最大的自由 接着下来的七天 佛陀仍视着这棵菩提树 回想起这棵树 在他缠定期间 为他遮风挡雨 他对这棵树充满了感激和敬意 他觉得世间的一切事物 都有他们的长处 大家都应该和平共处 互相帮助 有一天 一个骄傲的婆罗门问佛陀 一个人要怎样 才能得到其他人的尊敬呢 佛陀告诉他 他知道 阶级不一定能够使人受到尊敬 一个人只要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 不做坏事 对人谦虚有礼 有智慧 就能够过清静的生活 他就能够受到人尊敬的了 听了佛陀的回答 这个婆罗门觉得好满意 他谦虚地向佛陀敬礼 然后才离开 又有一次 连续下了七天大雨 雨过天晨之后 有个年轻人来到佛陀的面前 他只是向佛陀资经 一句话都不说 就站在一边了 佛陀知道 他想了解哪一种人是快乐的 就告诉他 出家人是快乐的 因为他明白真理 所以他感到满足 好心的人 不伤害别人 没有心理负担 所以他就是快乐的人 能够克制欲望 毫不执着的人 也是快乐的人 但是能够破除 骄傲心理的人 所感到的快乐 就是任何人都比不上的 又有一天 两个商人来到佛陀的面前 供养佛陀米糕和蜜糖 希望这样能使他们得到利益和安乐 供养佛陀之后 他们很有礼貌地对佛陀说 请佛陀收我们为弟子 佛陀为他们举行了 归依佛和归依法的仪式之后 他们两个就成为了最早接受二归依 因为当时僧团尚未成立 所以没有归依僧 他们成为了二归依的在家弟子 正道之后的七个星期 佛陀一直都没有离开菩提家耶 他想 我所证悟的真理 是并不容易觉察的 也不容易了解 但是这种境界 不是用言语或文字所能表达 只能有智者才能真正体验 那些追求感官享受的人 是想象不到的 如果我要传授这种真理 相信很多人都不能明白 另外根据巴里中部的记载 佛陀误导以后 本来是想不要传播教义 后经凡天王的请求 才改变初冲 在巴里经报里面 多次提到摩罗的诱惑 摩罗劝请佛陀早日进入涅槃 但是为佛陀所拒绝 从这些事情可以见到佛陀具有慈悲心 慈悲在大乘佛教里面非常重要 这位菩萨除了要有大智慧之外 也必须有慈悲心才能教化众生 佛陀用佛眼观察这个世界 看到形形色色的众生 他知道聪明的人会了解佛法 也会实践佛法 但是不聪明的人 便会觉得佛法很难明 也不容易实践 由于同情众生 佛陀决定因人说法 根据对象 用适当的方法将佛法传播出去 使众生也可以由病苦之中解放出来 佛陀决定先向那五名 曾经跟随着他的苦行僧传授佛法之后 便向波罗内出发 在路上他遇见一个很年轻的求道者 邱波加 邱波加见到佛陀庄严的掌相 便产生敬意 当佛陀经过他身边的时候 他便跪下问 你的掌相这么庄严 面色这么光亮 你是跟随什么人出家的? 谁是你的老师? 请你告诉我吧 佛陀磁场地说 我有很多很多的老师 他们教导我各方面的知识 但是 从来没有一位老师 教导我去正德真理 我不怕艰难困苦 经过多年的追寻 终于证到这个独一无二的真理 如今 我已经再没有执着 也没有偏见 我得到真正的智慧和自由 所以 我也是我自己的老师 现在我要去波罗内 去宣扬我所证悟的真理了 幽波家听到佛陀的说话 连声赞叹 然后告别而去 佛陀和幽波家见面 是他第一次向众生宣布他已经误导 幽波家是邪命教派的信徒 邪命教派是由末加利所领导的 他们相信轮回和解脱完全是由命运所决定的 所以幽波家听了佛陀的说话 连声赞叹之后就告别而去 他的这种做法是可以理解的 3. 最初的五名弟子 经过长途不舍 佛陀来到波罗内附近的六野院 那里就是五名苦行僧修行的地方 五名苦行僧见到佛陀从远处走过来 一致决定不要理他 因为他们对佛陀的放弃苦行 和接受衰赦多的供养 觉得十分不满 这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佛陀 已经是一位大切大悟的觉者 佛陀慢慢走过来 他庄严带着磁场的相貌 深深吸引着这五位苦行僧 他们忘记了彼此的约定 都走向前来向佛陀致敬 一个接过他的拨和外袍 一个忙着为他准备座位 一个就拿来一盘水给他洗脚 另一个就拿了一只椅子 另外一个就为他搭一条毛巾 之后佛陀对他们宣说了四圣体 和八正道的道理 而且劝他们依照这种方法去收 听完佛陀所说的说话 五名苦行僧中的嬌尘鱼 最先明白佛陀的教义 由于对这种教义充满信心 这五个人都请求佛陀收他们为弟子 后人称他们为五比丘 这些是争团成立的开始 五比丘的名字是 嬌尘鱼、阿雪氏、拔堤、十力加业、摩阿南俱利 根据《普耀经》的记载 五比丘本来是玉陀家的弟子 他们在乔达摩离开玉陀家的时候 就跟随着乔达摩 在这部经典里面 五比丘又叫做一群賢者 这次的说法叫做初转法轮 意思就是第一次弘扬佛法 在《转法轮经》里面记载了 佛陀第一次说法的内容 佛陀强调要过中度的生活 避免极端苦行和享乐 另外佛陀亦都 禅述四圣梯的道理 在《巴黎律葬》里面 亦都提到 嬌尘鱼要求佛陀为他们剃道 佛陀回答 是的 比丘 为了解脱痛苦来接受佛法 过出家人的生活 这就是最早的剃道仪式 这就是最早的剃道仪式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